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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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近区域则被称为文昌园 千年时光里 老街留下了许多文人默刻的印记 谢灵运纪念馆 王羲之 喜墨池 戴胡 万寿公 郑爵寺 这些古老的建筑分布在老街的青砖灰瓦间 寻常巷墨里 历史上 王羲之 谢灵运 颜真清 戴书伦等文人大余 将继在临川为官 造福一方百姓的同时 也开启了老街的一脉门风 他们大兴教育 提倡文学 把重文重校的风气带到了这里 从此 郎郎的读书生不绝于耳 书香墨运的如仰 浸润着老街千年的时光 所以咱们这个地方呢 它的读书风气实际上是非常浓厚的 有这个风气啊 就是说这个时候有这个牛背上读书 纯板上练刺 有这个手法 它就是以读书为龙 大家都从上读书 这个书院 宋代的书院 我们这个地方有四十所 四十所是什么概念呢 这个江西省是两百多数 两百多一点 它就断到了大约五分之一 人家江西省呢 是断到了全国的三分之一 浓厚的文风和良好的学风 使这老街成为一方中灵玉秀 文化昌盛之地 自宋至亲 辅州 共走出了六名状元 两千四百七十名文禁士 王博在他的唐王阁序中写道 夜水珠华光照临川之饼 其中所提到的临川就是今天的釜州 历史上 这里相继走出了王安石 增拱 艳书 汤贤祖等众多文化打架 近唐宋八大家中 辅州就独占了两家 也正因如此人才辈出 这里也被人们 教书先生生气 拼了一根枝条 就打过 就打王安石 王安石 也自知敌亏 就让他打 先生怒气冲天 王安石却不以为过 他辩解说 江湖豪杰 练得一身武艺 路肩不平 便可拔刀相助 将来还可战场杀敌 实现暴国安邦之志 老师就说 可惜可好 但是你是想学一能敌 还是想学万能敌呢 怎么讲呢 你不学文光学武 你可以打赢一个人 这就叫一能敌 如果你学文 你将来可以金石祭士 可以治国安邦 可以组织千针万马 那是比一万五 这就叫万能敌 先生的一番话 犹如一股清泉 使王安石斑然醒悟 读书方能明理 知书才能治国 从此以后 他手不试卷 苦思金读 庆历二年 王安石不经应试 得中进士 最终观至宰相 在他当政期间 主持了西宁变法 开创了金工新学 使得宋朝国力 日渐强盛 一年夏天 王安石回到林川 未进家门 先去拜见 日思意念的恩师 谁知 老师却已盲固 王安石心中万分悲痛 便朝山前的老荆树奔去 面对满树荆条 想起先生当年的一番苦心 这位当朝宰相 双膝跪地 磕头叩拜 他很感谢这个老师 如果没你当时那一金条 你不告诉我 读书名里的道理 我也是不可能成为一代宰相了 人家建了一个亭子 叫金条的亭 家乡的启蒙教育 为王安石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基础 后世的人们 不仅再与他为一代通奴 更把他尊列为唐凤八大家之一 老街人常常以他为榜样 要与直语 不仅要读圣贤书 更要明世间语义 这样才能成为洞阳之材 两宋时期 老街上书馆盈利 最有名气的 当属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 曾拱创办的兴卢书院 书院虽几度毁于战火 但老街人有数次复见 如今已经成为府州一中 一千多年来 他滋养着一方文脉 和养出无数名人贤士 小小的文昌里 一跃成为了府州城的文化中心 和精神圣地 南宋前道八年 因布满官场腐败 从府州走出的一代名儒 陆九渊 回到家乡 把自家宅院的东篇房 淮唐 替为奖学场所 一时间 前来求学者络绎不绝 每次开奖 听众多达二三百人 他这个收门徒 叫弟子 一开始就是教育他们 怎么来立志 是自以义呢 还是自以利呢 你是自以为社会奉献 还是自以为自己的贪图享受呢 所以他一直创造尊德性 他的教育啊 主当强调以德为先 以此 朱熹邀请陆九渊前往江西九江 为白鹿洞书院的学子讲课 陆九渊节选论语中 君子欲于义 小人欲于利 一章进行阐释 一针界写的道破了 当时读书人为了利益 而沉迷于科举的不良之风 他其实点得的非常准确 考几轮 考见识 考到了几轮 考到了见识 就想成为一个官 你当到一个小官 然后又整天 他想期盼 当到一个更大的官 你得到一点 比较少的负禄 又整天期盼 得到更多的负禄 那这一生 就是为了私利 读书志在圣贤 为官心存君国 在陆九渊看来 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名利做人 做官的目的是为了造福百姓 要是一个人总是想着愤怒高低 想着如何升官 就是与圣贤精神背道而驰 他说啊 如果给没有利得的人 没有道德的人 让他读书 就等于是 甲扣兵 知道粮 什么意思啊 就等于是 借兵给土匪 就等于是给强奥粮草 没有道德的人呢 去读书 去学更多的学问 去学更多的技术 可就会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当时还是二月的天起 陆九渊的话 却令听课的学子 感到阵阵脸红 朱熙也深受处斗 令门生把他的讲义 刻在书院门前的石碑上 让后世的读书人实实躬身自喜 尊德性 道问学 陆永渊德语为先的教学思想 影响了众多学子 他在怀塘书屋讲学期间 创立了儒家重要图块新学的图形 他的思想与王阳明一起 被后世称为陆王新学 对中国哲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昌里以因其思想的光芒 成为众多读书人的朝圣之地 冥青时期 釜州印书业达到鼎盛 最多的时候有三千多名工人 一百多家印书作坊 人们在木板上播种文字 在书籍中传播着思想 清淡的墨香飘散在街头巷围 不仅繁荣了辅州的文化 已给老街带来的最美书 最终繁荣的 那个时候我们辅州整个的 林川文化圈里面呢 出了一大批的大思想家 他们要传播他们的思想 他就必须要通过书籍来传播 早年间这样的书买的贵吗 几个例子吧 《苏世纪》那一本书 那一本书呢 他就要买16个大洋 那是很贵的吧 16个大洋可以买两头牛 我宁愿我家里不建房子 他都要去买一本书 为什么 那个时候呢 整个社会就形成一种 崇尚文化的这种氛围 如今在老街上 还流传着这样的传统 家里的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 长辈要送一套文房自保 一支勤勉的笔 一块橙心的墨 一张一礼的纸 一台孝莲的燕 给予孩子勤勉读书 正值青年的厚望 在农村的话 他那个还有这样一个风俗习惯 就是读到大学的 大家就可以在中埔里面 把它列入到这个民贤路里面 就像这个中埔啊 一样是这样的 教育的昌盛也带来了商贸的繁荣 依托符合马头 文昌里渐渐的成为了补助的商业 仓储和转运中心 商行 凉电 茶庄 遍布街区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 归聚于此 汤贤祖的高祖 在明朝初年 前去到文昌里 文昌里是明代著名戏剧家 汤贤祖的出生地 受家乡上读文化的影响 他自幼勤奋好学 博览群书 正是在这儿 他创作出了自己的代表作 牡丹亭成为世界戏剧史上的不朽经典 从古至今 人们不断地把这部戏搬上舞台 反复地演绎 汤贤祖出生于书香世家 家中藏书四万余册 他的少年时光 就是伴随着这些书籍度过的 一年除夕 邻居失火 火势很快蔓延到汤宅 人们赶紧组织救火 汤贤祖也冲入了火海 抢救出来的却不是金银细软 而是一本本书籍 然而让汤贤祖懊恼的是 大部分书籍仍被大伙复之一具 房子毁了可以再建 但没有藏书的房子 却仿佛失去了灵魂 自此之后 汤贤祖节衣缩食 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搜罗当地的图书古籍 十多年的时间里 买了几千套的图书 他为了以后的话呢 防止再发生这些事情的话呢 那么他后来在看书的时候的话呢 他都要把它捧抄 那个时候几千套书他都要这样做 对对对对对 这种操线量的话呢很大 同时的话我想的话呢 这也表现出他对书的一种酷爱 一种痴爱 汤贤祖认为 读书是立身之本素身之道 因此不可一日读书 在日复一日的学习中 他还养成了一个好习惯 凡是读过的书 他都要腾抄一点 只有这样才会把知识牢记在心 也就不会再失去书籍 汤贤祖一生为官清廉 辞官归礼后 他捐出自己的俸禄 为家乡修建书院和文昌桥 以至于生活变得十分清楚 有人劝他去攀附当地的官员 但汤贤祖 却已无不能以面皮口舌 活前刀之言断然俱绝 江西的文人的话呢 他们历来的话呢 首先第一个是重细节 第二的话呢 才是重文章 那么给朋友 主作《义公堂》里面的书说 我有这些书籍 我就有此不平意 那么不平意的话呢 是指什么 这是我的精神其实是很丰富的 我精神上有这种财富 汤贤祖常常教会他的门人和子弟 要真正做人 清廉用事 并做了一首《莉莉歌》 警侧儿孙 你莉莉 我所入 不爱惜之 真可泣 书翩翩 我所奸 不爱惜之 真可怜 何足可怜 何足气 教宿藏书 真缓急 汤贤祖把一厢热情透过笔端 流淌在作品的自理行间 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戏剧形式 潜移默化地警醒着世人 在文昌里的老宅里 汤贤祖写下了 《享誉天下的临川似梦》 据记载《牡丹亭梦》一出 《家传护诵》 《机灵西乡减驾》 他也因此成为 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戏剧家之一 他的作品被视为世界戏剧艺术的珍贴 一曲虚和高枪 游园惊梦 又在老街的戏台上上演 人们喜欢的不仅是牡丹亭的故事 其作者人子高杰 也成为一代代老街人 顶格操作的场合 如今的老街 估计延续着一方文脉 还是传统手工艺人的聚居地 《紫沙艺人》在专心创作新的作品 《金银藏客》的店里还在东东坐下 炉火熊熊 叮叮当当的铁江铺里 《金银的船银银银银》 正说《独语》 《独习》的《独语》街 都是肉脑逼法 那咱们那个地方 原来用竹编用的特别多吗 我们这里的人家家户户户 都用竹子做些比如说鼻虫 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个这样的说法 家无读书只关除何出来 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就说你家里如果连个棒笔的地方都没有 哪里来的读书的儿子呢 老鸡人不仅把日子活的明白丰厚 也把生活经营的养资云 扫起了一碗水粉 再配上一碟牛仔 是最地道的银池 每到冬之前后 家家户户会把芥菜和辣椒一起腌制 做成菜肯仁 然后入蜂风尝 在时光的酝酿下 慢慢的芭酵 才能变成美味 就如同雪海乌鸦 只有漫长的鸡肋 才能成就回生 今天的釜州依然延续着才子之乡的美名 釜州一中 临川一中等重点中学 每年都会培养和输送出大批的可造之才 在注重学业的同时 当地人更看重对于学生人格和道德的塑造 一直以来与圣贤相伴的老街人 懂得渐贤思奇的道理 更加身体力行 把老街的精神发展传扬 如今的文昌里 已经成为一所文化宝库 许多热爱家乡文化的人聚集在一起 成立了临川文化研究所 王安市研究会 增拱文化研究会 象山文化研究会 汤贤族国际研究中心等数十家文化团体 时尝与新贤圣者为伴的日子 让老街人够了一种富有诗书气自华的豁达与从容 每到周末 老街上的年轻人就会聚在一起 分享自己读书的喜悦与心得 今天这场读书会的主角是 临川文 刘俊文小时候最喜欢于小伙伴 在青庄辉瓦的街巷里 嬉戏玩耍 由于十分顽皮 爷爷就常常把它关到书房里 渐渐地他喜欢上了阅读 最感兴趣的是有关家乡历史与文化的书籍 当时看完书之后自己也会写东西 我写了一篇文章 叫坐上火车去月球 然后在小学班上的时候 当时老师们就把我这篇文章让我读出来 读出来之后是有一种成就感的 就是说我每天在外面那种自我玩的时候 那种快乐 跟这种快乐是不一样的 对 这种快乐更加的是 为大家也所认可的一种快乐 大学毕业后 刘俊文回到了家乡 一代代新闲的故事 千年一脉的文化传承 是老街不可多得的文化财富 那时刘俊文就想做一档 介绍辅助当代才子的节目 让才子们的精神品德 可以影响更多的人 你像我们在福州 有大学生创业园区里面也有一些回来的乡闲才子 因为他们年纪也比较年轻 其中有一些在海外留学的 还有一些博士 都是很年轻的80 90后 然后我跟他们交流的时候 他们会给我传递的更多是 他的情怀不再是说追求物质财富的最大化 而是说自己对于这个社会贡献的最大化了 是 我觉得自己其实也是在向他们学习这一个国产 所以说我觉得物质财富不能作为这个年轻人的一个拘束 几年的时间里 那个时候给出的薪酬会比你现在高吗 最开始大概是两倍 到后面有三四倍的 反复思考后 刘俊文没有接受那份高兴工作 对他而言 目前的工作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香弦节目就像一本厚重的书 记录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从老街走出去的才子 更是这片土地的一段历史和文化 当代的才子故事都可以被更多的青年一代所熟悉的时候 它所发挥的影响就像在小时候 我在阅读福州古代才子故事一样 这个栏目可以影响到更多的青年 让这群青年也向他们学习 滴水虽微却能汇聚百里江河 虽然力量有限 但许多福州当代才子通过这档节目又回到了家乡 他们在老街上开设了文创中心 投资了艺术体验馆 帮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 现如今的老街更像一个艺术的电台 汽取博物馆 木所博物馆 索沙体验馆 木雕七起电 每到周末假期 孩子们会来到这里 参观游览 研学实践 体验着学习和知识的乐趣 千年的文墨书香 伴随着老街一路走来 文昌里作为临川文化的发祥之地 他挥派着永不暗淡的临川之笔 书写着《财香带有财子出》的故事 以不变的情怀 温润今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